这次我可不能再失手了 我一定要将卖器给抓拿归案 终于到了晚上了 我想大家应该都睡着了吧 现在我就一个人肆无忌惮地进入银行了 并且我还驾驶着我的卡车承载着铁傀儡 有了这辆卡车我就可以运输很多的货物了 这一次我相信我一定不会失败的 好了已经到了银行了 铁傀儡们快点下车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 我们现在要进去将里面的保险柜给拿到手 赶紧将这个围栏给摧毁掉 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戴上了一个面罩在脸上 我相信没有人可以认出来我的身份 好了我现在已经到了银行内部了 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银行居然这么大 我想我们需要将这个墙壁给打碎掉 要不然我们的铁傀儡带着这个铁箱子 没有办法从这里逃出来 傀儡们快点将这些保险箱全部拿出来 并且将它们放在我的卡车上面 哈哈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卡车里面 居然有这么多的黄金珠宝 好了现在我要启动我的卡车逃跑了 只有尽快逃离这个犯罪现场 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发现我了 麦琪真的是可恶 他带着铁傀儡并且拿走了银行里面的保险柜 这一切行为全部都被我用望远镜给看到了 我必须赶紧通知其他警察才可以 这次可千万不可以让麦琪给逃跑了 我现在必须赶紧超过麦琪 并且将麦琪逃跑的道路给封锁住 我可不会轻易的让麦琪逃离这个犯罪现场 这里面可是有很多的珠宝在保险柜里面 好了我已经发现了麦琪的怪物卡车了 它的卡车上不仅承载着铁傀儡 还有一个满是珠宝保险柜 我想它的速度肯定不会这么快 只要我加下速我相信我很快就可以超越麦琪了 麦琪应该已经发现我了 很好我已经将我的车子卡在了麦琪的面前 现在麦琪已经被我拦了下来 麦琪快点下车 并且赶紧将手给举起来 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麦琪现在我宣布你已经被逮捕了 哦不好真的是很倒霉 请不要开枪我放弃抵抗 我现在已经将双手给举起来了 并且我也在慢慢的走向警车 放心吧我是不会抵抗的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麦琪看起来好像已经放弃了 不过为什么这些铁傀儡不从麦琪的车上下来 哦不好可恶的铁傀儡居然还敢偷袭我 难道你不知道我现在身上有武器吗 虽然我已经消灭掉了一个铁傀儡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铁傀儡我好像招架不了 因为我的枪里面快没子弹了 哦不好铁傀儡的攻击使我受伤很严重 我想我现在可以将结结给解决掉 应该是没有人会发现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好像听到了枪声 为什么这个警察会躺在地上呢 村民这个警察应该是病得很严重 我们必须要拯救这个警察 但是我现在还有急事要做 所以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包在我身上吧 我现在就带这个警察回家 我家里还有很多的药物应该可以治好的 看来我要快点了 看起来这个警察情况很危急的样子 好了我们将这个村民给糊弄过去吧 终于拿到了这些珠宝 饿我的头好痛这是什么地方 是谁在对我使用治愈药水呢 你好村民 为什么我会在那家里面呢 我之前在外面碰到了麦奇 他说你生病了 所以我就将你带到家里来治疗了 那实在是太感谢你了村民 我会给你一些钻石作为报答的 真的很感谢你将我照顾的这么好 谢谢你姐姐 我也给你一些材料作为报答吧 相信你以后可能会用得到他们的 毕竟这些钻石实在是太贵重 那实在是太感谢你了村民 但是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就不在这里待了 现在我还需要去维护村庄里面的秩序 我全部想起来了 我一定要将麦奇给抓住 他可是拿走了银行里面的一个保险柜 那个保险柜里面可是有着大量的珠宝 现在我要尽快开车找到麦奇的位置 也不知道那个家伙拿着这些珠宝去做什么了 不过我想我要注意一点小心一点开车 尽量不要发出很大的声音 这样他就不会发现我了 好了我好像已经看到了麦奇的房子了 先找一个房子将我的车停在一个隐蔽点的地方 好了就是这里了 他们应该是不会发现我在这里的 也不知道麦奇现在在做些什么 我需要先在远处观察一下看看麦奇在做些什么 好吧保险柜就在那个地方 并且那里还有很多的铁傀儡在看守着这个保险柜 不行我要想个办法才可以 现搞一个工作台出来 在里面我需要一个铲子还有漏洞 我相信到时候我会用到这些东西的 现在我需要挖个隧道到那个地方 然后利用漏洞将那个保险柜给拿走 好了一切准备就绪 我想是时候该开始挖洞了 朝着这个方向应该不会错吧 这里距离终点那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希望到时候我的方向不要挖错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地方了吧 看来挖的有点歪了 不过看起来很靠近的样子 等到我挖到那里的时候 我就利用我带的这个漏洞将保险柜里面珠宝全部拿走 但是我首先需要将准备工作给做好 好了这里应该就是那个装有保险柜的卡车了 我现在只需要将漏洞装在这个下面 然后再用箱子将这些珠宝全部都装走就好了 在此之前我还需要利用工作台制作一个箱子出来 好了箱子已经制作完毕了 现在只需要这些珠宝全部进入我的这个箱子就可以了 很好我已经在我的箱子里面发现了一些黄金 真的很开心我马上就要将这些珠宝 全部从这个保险箱里面全部拿走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定期检查这个箱子里面增加了多少珠宝 等到这个箱子全部装满了珠宝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太好了我又听到了珠宝掉进箱子里面的声音 按照这样下去我很快就可以收集完毕珠宝 不过我要小心一点不可以让别人发现我在这里 很好我现在已经收集到了很多的黄金 并且箱子里面已经开始出现了钻石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有一股不好的感觉 难道说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自己出去看一下吧 让我看看麦奇现在在什么地方 好吧看起来麦奇并不在家 我觉得他随时都有可能回家 所以我还是抓紧时间将剩下的珠宝全部都拿走了 并且我还要将这个装置也给带走 要不然被麦奇知道的话那可就不好了 接下来我还需要将这个漏斗也给拆下来 最后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什么东西 好了是时候该去看看麦奇有没有回来了 我想到时候麦奇还有铁傀儡 发现他们的保险柜是空的时候应该会很惊讶的吧 好了铁傀儡我已经回来了 现在让我检查一下保险柜里面的珠宝 我需要将他们给统计一下到底有多少 麦奇现在就在检查他的保险柜里面的珠宝 我要做的就是继续在隐蔽的地方跟踪麦奇 很好奇待会麦奇没有看到他的珠宝在保险柜里面 他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已经将这个保险库外面的木头全部清理干净了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里面是空的 我记得之前里面是有着大量的珠宝还有黄金的 我们到保险库里面去看看到底这些珠宝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哈哈没想到麦奇居然这么笨跑到保险库里面去了 这正是我困住麦奇的好时机 只要利用这些石块将入口给堵住就好 好了麦奇已经被我困在保险库里面了 我相信麦奇是离开不了这个地方了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赶紧到警车里面去拿武器 哈哈武器终于到手了 是时候该到保险库里面去让麦奇投降了 这次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可不会再让麦奇给逃走了 哦不好麦奇居然不在保险库里面 他居然再次逃跑了 我真的想不到麦奇是怎么逃离这个地方的 幸好这里还有一个摄像头 而且这个摄像头这里还有一个洞口 我需要赶紧回去看看监控查出麦奇到底是怎么逃离这里的 希望这个摄像头已经将一切事情全部都给记录下来了 因为我很好奇麦奇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很好我已经看到这个保险库里面的珠宝正在一点一点的消失 这一切都是我的那个漏斗的功劳 好了我想麦奇应该很快就要出现在这个入口里面了 真的好奇怪 为什么这个保险柜里面东西都没有了 这些珠宝全部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铁傀儡你们快点跟我进来 我们现在需要将这个地方给检查一下 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连一根毛都见不到了 我记得从银行回来的时候这里还是满满的珠宝呢 哦不好看起来这个保险柜被人用石头给堵起来了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我可不想被别人给抓住 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铁傀儡你快弄点将这个保险柜给打开 太好了还好我进来的时候拉了一个铁傀进来 要不然这次我可真的完蛋了 好了我现在已经知道事情的缘由了 麦奇从保险柜里面的洞口逃跑了 现在我要赶紧将这个摄像头给收起来 毕竟这可是记录着麦奇的犯罪记录 目前在我的面前有一个隧道 沿着这个隧道前进就可以知道 麦奇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可不会轻易的放过麦奇 这些罪犯既然犯罪了 他们就一定要接受惩罚 真的没有想到这里还有一个水井 看来这个附近就是一个村庄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麦奇肯定是从这个水井里面逃出来 然后躲在了村庄里面 我已经在我附近的房子里面找到了那个铁傀儡 我想是时候该拿出我的武器 将这个铁傀儡给带不起来 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家伙居然还在袭击村里 我不可以让这个傀儡靠近我 因为我的身体也很脆弱 好了这个铁傀儡已经被消灭掉了 我必须要将麦奇给抓起来才可以 可恶的麦奇还真是会隐藏 我一定要将他给找出来 恶不对我好像看到了另外一个傀儡 正好现在赶紧过去问问他 并且看看他知道不知道麦奇在什么地方 这个傀儡我也要将他给抓到监狱里面去 毕竟他是这里面的一个帮凶 好吧还好这个傀儡已经帮我指出麦奇的位置 真的没有想到麦奇居然就躲在自己的家里面 现在我只需要小心一点去将麦奇给带不起来就好了 我要小心点悄悄的靠近麦奇的家里 因为我不确定麦奇的家里面 到底有没有很多的傀儡在守为麦奇的家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从这个屋顶上面进去吧 只要将这个玻璃打碎掉我就可以可以进去吧 欧布豪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他家里面真的有很多的铁傀儡在里面守 多亏了我聪明带了武器 要不然我真的完蛋了 这里的铁傀儡数量还真的是多 我带了这么多的弹药差点就不够用了 现在我的主要目标就是找到麦奇在什么地方 我相信麦奇肯定就在这个房子的某个地方 就算再多的铁傀儡也不可以阻止我找到麦奇 并且将麦奇给逮捕 这里的房间我都会仔细的检查一遍 我是不会错过这次将麦奇逮捕的机会的 毕竟麦奇已经从我的手上逃离太多次了 麦奇快点出来 不要再躲了 这次我是不可能让你给逃走的 哈哈你居然躲在这里 哦不好没想到姐姐你居然真的找到我了 姐姐我以为我隐藏的很好 你到底是怎么找到我呢 姐姐你可千万不要朝我开枪 我现在就从这个床底出来 我保证不会再逃跑了 麦奇我想这次你想逃跑也逃不了 因为你犯下的罪行实在是太严重了 你现在可以保持沉默 但是你说的话全部都会被记录下来 麦奇快点到警车上面去 我现在就带你到监狱里面去 真的很高兴我终于抓到你了麦奇 真的是花费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姐姐我很难受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说我永远都要待在监狱里面吗 姐姐开车小心一点 这里到处都很颠簸 要是一个不小心很有可能你的车子都要翻倒 好吧看起来马上就要到达警局了 我真的不想进去这个地方 麦奇快点下来 我们已经到了警局里面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将你给送到监狱里面去 要是被我发现你有逃跑的想法的话 我可是不会客气的 希望你不要做出那么愚蠢的事情 放心吧姐姐 现在我就是监狱里面的囚犯 我是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的 不过姐姐这里真的很奇怪 我不应该被送到进监狱里面去吗 为什么要将我关在这个奇怪的房间里面来呢 难道说你要利用这个摄像头一直监视我 然后想要将我给困在这个地方一辈子吗 哦不好看起来外面好像有人在破坏这个房间 我需要赶紧打开警报才可以 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铁傀儡们将这里的墙壁给打碎掉了 然后还将麦奇给救了出去 哈哈姐姐我又逃了出来 真是可恶 这个铁傀儡真是烦人 没想到又被他将麦奇给救走了 不过还好我带了武器出来 我相信这个铁傀儡支撑不了多久的 哈哈麦奇我早就说过你是逃离不了这个地方 姐姐我错了 我并没有叫这个铁傀儡过来救我 是他们自己要来的 这次我一定老老实实的待在监狱里面 呜呜姐姐你不要再开枪吓唬我了 这次我肯定是没有机会再逃出去的 麦奇不管你怎么哭 反正这次我是不会再将你放走了 你现在将会永远的待在这个监狱里面 你犯的罪实在是太多了 好了现在就到牢房里面去 以后这个监狱就是你的第二个家了 哈哈真的很开心我终于将麦奇给抓住了 现在我想我们的村庄应该是安全的了 好了是时候将这件事情告告给我们的领导了 我相信他肯定会非常开心的 毕竟我解决掉了村子里面最大的那个威胁 你好长官 你可能不会相信 但是我确实做到了 这里是麦奇拿走的全部珠宝 我已经将他们全部夺回来了 并且我还保留了这个里面的录像证据 你干得很漂亮姐姐 我对你的行为感到很高兴 这些是给你的奖励 并且我给你放了一个很长的假期 现在你可以带着这些钱去度假了 哈哈实在是太好了 经历了这么久终于抓住了麦奇这个罪犯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 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们站在空中的彩虹块上 而且只有我和麦奇两个人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生存下来 尽量不要掉落下去 只站在一个彩虹块上很可怕 因为我们的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现在我们得想办法活下去 开始行动吧 麦奇现在我手里拿着一件特殊的工具 在这把凿子的帮助下 我们可以多挖几个彩虹块出来 用来扩大我们可以落脚的面积 现在我们只能小心翼翼的 站在这一块彩虹块上面 我们需要小心谨慎的使用凿子 不要把自己凿下去 好像有奇怪的事发生了 一个雪傀儡出现在彩虹块上 我不明白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们得赶紧把它打败拿下它的南瓜桶 用它来扩展我们的彩虹块 我们肯定能成功的 姐姐你来试试 我们需要抓紧扩展彩虹块了 麦奇你稍微再往边缘站一点 我现在要布置这个南瓜头了 我希望它确实会有效果 将它放置进彩虹块 它好像是要成功了 现在我们脚下出现了一个南瓜 面积比之前的彩虹块大一点 我可以利用它建造出一个傀儡出来 它能帮助我们工作 它成功被制作出来了 现在我们有了一只大头傀儡 这只大头傀儡的头真大 它现在就开始工作了 这也太厉害了姐姐 我还是不敢相信它真的开始 帮我们扩展我们的彩虹平台了 而且它的动作还挺迅速的 现在我们终于不仅能够正常好好站着了 在这上面睡觉都不是问题 我来仔细观察一下 它到底是怎么工作 希望它能尽可能的扩大平台 麦奇小心一点 平台的面积还是不够大 所以我们暂时不要太靠近边缘 让大头傀儡正常运行就行 我想知道当它把彩虹平台建的 无比巨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姐姐但是我真的很好奇 它是怎么建造的平台 我这次偏要看看 就算我是要帮忙 你也总是不让我插手 我也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两个人一起工作懂啊 我们会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得更快 麦奇你还是退后好好站着呢 你总是帮到忙 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的危险 你以为现在是跟你闹着玩的时候吗 你在后面悄悄做什么 糟糕麦奇创造了一个火焰傀儡 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要小瞧了我的本事 现在我要他把你从上面丢下去 他的火球威力可不容小觑 火焰傀儡太棒了 我真的很喜欢他 不知道你的大头傀儡发呆想干什么 他不会认为他能动 跟我的火焰傀儡比比实力吧 麦奇还不清楚大头傀儡的真实实力 大头傀儡可以把自己的头发射出去 大头傀儡能够通过这个技能 轻松的摧毁火焰傀儡 好消息是我们把火焰傀儡消灭了 但是大头傀儡现在你要给我打造一套铠甲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头傀儡刚刚给你打造了一套铠甲 是吗 姐姐 但是我也不会怕你呢 我手上有我带的一把火焰剑 虽然我无法用火焰剑击穿你的铠甲 这确实很让人气馁 不过也没关系 总有一天我会重新证明自己的 麦奇我们还是重新合作生存吧 现在我们可以先看看彩虹平台上的 那个箱子里有什么好东西 现在我们最好是互相合作 不要被任何东西分了心 一个失误都能够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悟 这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 太好了原来这里居然是一个工作台 现在我们生存下去的希望又大了一点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制作很多不同的工具 并且改进我们现在的平台 我这里有木头 我们现在就可以制作一件有用的工具 用你的凿子收集一些彩虹块 现在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消息就是 可以尽可能的多提供一点不同的工具 麦奇留在工作台前工作 我得想办法用小凿子得到 在这生存需要的一切资源 所以我现在正在收集尽可能多的彩虹块 我负责收集彩虹块 麦奇负责将收集到的彩虹块加工 把它们变成我们的新工具和更多资源 这项工作也不算简单 因为需要用凿子小心翼翼的 凿出每一颗颗粒 并且确保它们是完好无损的 我很努力的再把它做得好一点 但是我希望麦奇那边也有些新创造出来 我需要尽快的收集多一点彩虹块颗粒 再收集一点就差不多可以了 是时候把这些彩虹颗粒交给麦奇了 麦奇我收集到了很多彩虹块的颗粒了 太好了 姐姐我现在就开始我的工作 我会给你制作你需要的一切东西 这把稿子怎么样 你用着应该会称手 它可以加快你收集彩虹块颗粒的速度 虽然我们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处理掉的 只有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 我们才可以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生存下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麦奇我现在需要你再给我做一把斧头 我觉得它用起来会更有效一点 之前的彩虹块颗粒应该用的差不多了吧 现在我再给你一点我刚挖的彩虹块颗粒 你现在在工作台上操作的还挺熟练的 多亏了你的合力帮助 我们的工作进展才更快了 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话姐姐 我很庆幸我们共同制定了互帮互助的计划 我对此感到很欣慰 多亏了这个计划 我们很快就能够一起离开这里 任何困难都别想阻止我们 我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结结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彩虹平台发生了变化 好像是有点感觉 我们查看一下周围的情况 我们现在要做好一些准备 抓紧扩展一下我们的彩虹平台 糟糕是墨影人出现在这 我们得要打败他麦奇 用你的火焰剑来对付他 墨影人怎么会出现在这 这看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麦奇好像打不过墨影人 要被墨影人打败了 这家伙确实有点实力 还好麦奇可以复活 姐姐我又重生了 我先休息一会 由你来把他打败这个墨影人吧 我先在旁边观战一会 顺便制作一下新武器 姐姐我知道你很有实力的 我相信你肯定能搞定墨影人 加上火焰剑强大的伤害 麦奇我们获得墨影珍珠了 姐姐我们现在确实很需要墨影珍珠 一切都好起来的麦奇 因为我们现在还拥有了墨影珍珠 你无法想象我有多高兴 现在我们可以制作一座墨影传送门 我们可以传送到其他地区去 现在我需要继续收集更多的彩虹块颗粒 尽快地建造出传送门 我想传送到其他区域去探索一下 姐姐那会有点危险的 我们不能就这么传送过去 虽然我们有了墨影珍珠可以开启传送门了 但是传送门的另一边肯定也会有其他的危险 不过我希望我们没有堵措 因为我们不可能待在彩虹平台上 我们没有水和食物 我们需要建立并且激活这个入口 你说的没错麦奇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所以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 尽量不要分心工作 早点离开彩虹平台 如果在彩虹平台上傻干的话 说不定还会有新的怪物出现攻击我们 我们根本在这生存不下去 这是显而易见的 是时候布置把传送门布置好了 我们把这些框架放上去吧 这些材料是我在工作台最新制作的 现在你可以先把它布置在传送门的周围 到时候放上墨影珍珠就能激活传送门了 我迫不及待地传送到其他地方了 想弄清楚我们即将面对什么情况 这也是别无选择的办法 麦奇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所以我们决定建造这个传送门 我希望我们这次没有堵挫 因为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传送门后面是什么情况 但是我们留在这也十分的危险 传送门建造完成了 我们即将要进入未知的区域了 希望我们到时候还能活下去 虽然目前来说希望很渺茫 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力试试 传送门已经启动了 这是什么情况 竟然出现了一个隐藏福利 我们的空岛上居然长树了 这也让人太难以置信了 树上到处长满了精品 而且品质十分好 我把它们摘下来 看看到底有多少个 我们现在可以好好的大吃一顿 而且这棵树的材料 还可以用来制作其他东西 麦奇我知道下次制作什么产品了 可以用树上的木头 制作衣服和铠甲 到时候你就可以和我一样穿上铠甲 我已经开始期待了结解 所以赶紧收集这些树叶和木头吧 它确实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好资源 但是我不知道你怎样 才能到树的最顶端 这棵树实在太高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不能失误 无论如何我都不想从这么高掉下去 我利用挖来的彩虹块颗粒 成功到达了树的顶端 虽然它们给我的落脚点十分的小 但是我还是成功爬上来了 现在我可以把树顶的 这些金苹果也一起摘下来了 这实在是太好了麦奇 因为我们可以用它们 做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十分的开心 快到工作台这来解解 现在是时候给我做套盔甲 我迫不及待的想穿上它 我觉得它看起来肯定很漂亮 不过说实话 它们确实也很耗费我们的资源 如果只能制作一件的话 那就你穿上吧 到时候穿过传送门之后 你负责保护好我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节节 你快看我们被僵尸们包围了 麦奇不要太担心 因为我会打败它们的 没有僵尸能够靠近我们 因为我已经有坚不可摧的台甲了 手上还有一把强大的火焰剑 这场战斗只会使我们继续站着 我们会是胜利者 现在只剩最后一头僵尸存活 我会把它们全部都消灭掉 杰杰你太有实力了 仅仅只靠你一个人 就把所有的僵尸都消灭了 现在是时候进入传送门 传送到另一个区域了 我希望你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我们即将面临许多未知的困难 现在杰杰和麦奇进入到了冥界 他们只站在一块彩虹块上 为了在冥界能够生存下去 他们不得不尽快想出办法 现在他们的每一步都可能是最后一步 因为在冥界有着没有人能打败的怪物 它就是喷火龙 接下来杰杰麦奇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利用传送门传送到了这个新的区域 但是我们仍然只站在一个彩虹块上面 所以赶紧先扩展我们的落脚之地把杰杰 这是十分重要的 不然我们可能会不小心掉下去摔死 我想要尽快到那块地面上去 因为那里会比这里安全的多 我们会有更多的行动区域 放心麦奇我相信我们之后肯定能 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过我们也不要提前庆祝 因为还有很多困难在前面等着我们 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尽力吧 彩虹平台见的再大一遍 这样我们就有更大的生存希望 没有人能阻止我们 最重要的是不要死悄悄了 我们只要做和之前我们在的 那个区域一样的事就行 你没有搞错吧姐姐 这家伙看着比之前的怪物强大 我想尽快到地面上去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上面就有一大片陆地 不过我们肯定不能就这么登陆 因为这个地方除了我们还有其他的生物 我们得更加的小心 我不想冒太大的风险 麦奇现在就有一只龙在这飞着 你也听到了他那可怕的吼声 我们得赶紧藏起来 不要让自己受伤了 麦奇不要傻傻地站在那里了 快躲进我挖的坑里 彩虹平台上实在太危险了 赶紧躲进来 这条龙很危险 它能喷射出大量的火球和魔法能量 不好意思姐姐 我忙着躲避它的攻击没有听到你说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帮帮我 摆脱这条龙攻击我的困境 它实在太危险了 随时能把我们杀死 我想在这个地方继续生存下去 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的解解 现在仔细地听我说麦奇 不要擅自的行动 我给你铠甲是有原因的 这样你就可以抵御一些攻击 避免受到伤害 我不会让你死在我面前的这种事发生的 这条龙的实力确实强大 随时都可能夺走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希望你知道 现在我们有多么的危险 我现在明白有多可怕了 我会注意的 我从没想过传送的地方存在着一条龙 不过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的退路 所以还是尽快地扩建平台吧 保护好我们不受到恶龙的伤害 我们尽量避免跟他发生战斗 这是我目前想到的唯一计划 希望他能起到作用 我们正在建立对恶龙的防御攻势 最重要的是建立好防御墙 并扩展我们的平台 有了目标就有生存下去的希望 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地建造 我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陷入这样的境地 但是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耐其你在工作台上工作别分心 因为我需要你提供的帮助 好的姐姐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最重要的是能让我们在恶龙的攻击下活下去 我觉得他很快就又会发起新一轮的进攻 那确实有点棘手 但是我们也已经准备充分了 这个能够保护我们的基地建造的还不错 我们也需要反击 所以我制作了弓箭 麦琪准备好反击 恶龙已经来了 我们要先发制人地朝他赶紧射减 让他知道我们也不是好人 我觉得我表现得还不错 恶龙被我打跑了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我们现在得抓住这个机会 想办法尽快地离开这里 好的姐姐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不想再经历这种感觉了 我在工作台上努力地进行我的工作 我打算制作一个有彩虹块颗粒做成的梯子 然后找到那条恶龙 因为我们好像没有别的办法 当然我会尽我可能的出十二分力气 这将会是一场昏天黑地的战斗 麦琪我现在也在制作一种特殊的结构 到时候它可以形成黑洞 这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 我不想再冒任何的风险了 我将把这有彩虹块颗粒制作的 特殊结构的东西连接到墨影珍珠上 这样就得到了一件神器 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但是我一定能成功的 这一次恶龙就没有机会打败我们了 我们马上就会得到一件神器了吗 结结 我希望你不会出现意外 因为恶龙实在太危险了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冒险 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们肯定会成功 那我就无条件支持你 你应该明白我们的性命 现在都掌握在你手里了 加油结结 麦琪我马上就要制作完成了这件 有彩虹块颗粒制作的翅膀了 我们现在可以飞起来离开这里 为了对抗那条恶龙 我们现在就去找到他的踪迹吧 这个翅膀已经生效了 我们赶紧出发去找恶龙吧 让我们开始和恶龙决战 姐姐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么的害怕 我希望我们能在战斗中活下来 我控制不住不去想恶龙的强大 是时候用黑洞毁灭这条恶龙了 没人可以阻止我们的 你看得到我们现在多么的有实力 我还是不敢相信我们找到这条恶龙了 现在黑洞已经完全把恶龙吸进去 战斗的结果显而易见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里继续生存下去 麦琪还在睡觉 这是我偷他钻石的一个好机会 钻石块是代表财富的象征 拥有它会带给我信心 我马上就要得到它了 我得安静一点不能把麦琪给吵醒了 每一个动作都要小心谨慎的 现在我拥有一块钻石了 我要抓紧躲起来不让麦琪找到我 我有一个主意不让麦琪发现我躲在哪了 喝上缩小药水就能够让我变小一点 现在我就喝下它看看效果 生效了现在我变小了 现在我可以在方块的角落里躲避麦琪 我的大小给了我一个隐藏的好机会 而且能找到一个完美的藏身之地 我觉得我处在一个没人能找到我的地方 这里就是我的新家了 是时候装修一下它了 我需要规划一下接下来住在这的生活 这个地方很平静 在这里我感到十分的安全还有保障 我可以用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把它装饰起来 营造一个舒适的氛围 这座房子将成为我的秘密基地 在这里我可以远离外界 如果从外面看我的房子一点都不明显 这样麦琪就找不到它的钻石块了 继续装修一下房子 这对我很重要让它变得更舒适 让这种舒适的氛围真正的吸引每个人 创造空间的和谐的每个元素 我都必须仔细考虑 空间建造成多功能的 这样我就可以根据我的需要使用它了 创造一个独特的风格 给我的房子增加一种个人空间感 我的想法就是 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我放松恢复经历 房子的每个角落都应该让我想起 兴奋和快乐的时刻 很快我的房子就初步装饰好了 这确实让人高兴 我很期待享受我的新房子的舒适氛围 今天睡得好香 我喜欢这种感觉 为什么我的门没有关上 我一定是累的都忘记睡觉把门关上了 现在没事了 糟糕有人把我的钻石块偷走了 我现在心情一下子就不好了 有想赶紧找出到底是谁 把我的钻石块偷走的那种冲锋 不过还好我家里有摄像头 我来看看到底是谁进了我的家里 希望别让我逮住那家伙 不然我一定不会给好果子给他吃的 监控视频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在我要看看这个小偷 怎么偷走我的钻石块的 原来是杰杰趁我睡觉的时候 偷偷溜进了我的家 偷走了我的钻石块 现在这块钻石属于我了 这场意外的偷袭 让我感到震惊和不解 真不敢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 他不知道那块钻石对我有多么的重要 现在我要重新把它夺回来 然后找出杰杰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已经感觉到麦奇睡醒了 现在在找我 这让我感到不安 我意识到我得出门看看情况 你藏在哪里了 杰杰把我的钻石块还给我 麦奇一下子是找不到我的 因为我已经变小了 他看不到我的秘密基地 现在我还是抓紧时间 继续玩上我的新家吧 我一直在想着如何让 里面的氛围变得更加的舒适 墙壁是很重要的 坚固一点的话保护效果好 免受外界带来的干扰 在这个新家 我想要住的舒适和安全一面 我已经把我的灵魂 都投入到每一个细节里面去了 让它完美的符合我对家的理解 我开始想象 待在这个世界上最放松的角落了 我能感觉得到 这里面的某种能量在增长 这让我对我的工作充满了激情 很快我新房子的墙壁就准备好了 我很高兴看到一切都 朝着我计划中的方向发展 每一处细节都带给我满足和喜悦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完成这个季度 享受我的时光了 杰杰到底跑哪里去了 这时候有辆车找他就方便了 说到车 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 二一款的特斯拉Model 3 没想到只花了九万九 比新车便宜了十三万多 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现在新车掉价快 买瓜子特划算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还能先试开三天 放心买就行 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 你也能九万九买特斯拉 千万别错过了 肯定能很快找出他拿回你的钻石块 我相信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杰杰鬼鬼祟祟的可能躲在某个角落 你快给我出来杰杰 把我的钻石块还给我 我不会放弃找出你的 直到我知道你藏在哪里 外面好像发生什么事了 我来出门看看情况 铁傀儡你找到杰杰了吗 麦奇居然向铁傀儡求助了 现在我必须更加的小心 我行动的动作的小一点 避开那些他们能发现我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保持谨慎 不要引起他们的注意 我现在心情开始紧张了 因为他们就在附近搜寻我 我必须想个办法避免被他们看到 我在这里有个藏身之地 不过暂时是安全的 现在我可以开始建造我家的地板了 这是一个让空间看起来更整洁的必要步骤 每一块地板都需要仔细布置的严密一点 我现在充满了干劲 因为我的家变得越来越舒适了 我开始想象走在新地板上的感觉了 我把底下的泥土都挖走了 现在是时候把地板铺上去 这个过程中需要仔细注意力集中一点 确保地板铺设严丝合缝 当我铺好地板后 空间中舒适的气氛又能够增添几分 每一块木板都是构成我新家的一部分 我正在用爱建造它 每一步都是我更接近工作的完成 我期待完成后的样子 空气中都是我激情的气味 我想尽快完成工作 地板只是其他安排的基础 接下来我会让它变得更完美 现在的时刻激励我 继续努力完善我的秘密基地 我看到我的房子正在慢慢的 变成一个充满温暖和舒适的家的样子 很快地板就铺设完成了 如何我就能够开始下一个阶段 完工的感觉让我充满了自豪 每一步都让我接近创造出一个舒适的家 把铺设的多余木块去除掉 防止它们干扰我的后续工作 我比较追求一个完美的空间 现在该整理整理我的房子 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家了 首先就是我需要先搭一张床 这样我就有地方可以休息了 一点点的构造 慢慢想象我的房间将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还打算住面墙营造一下温暖的氛围 每一个空间的细节我都需要给它拿捏死 我好像已经开始做梦了 关于我将如何在房间里度过美好时光 内心中的喜悦和满足感油然而生 一切目标逐渐明朗 我把房间的门安上了 现在我得把玻璃安装上 这样我就可以在房间里清晰地看到外面 透明的玻璃会产生一种开放和明亮的感觉 我已经在憧憬坐在玻璃窗前 看着我秘密基地外面世界的生活了 现在可以安置我的钻石块了 我觉得钻石块放在我的房间里会很合适 它那明亮的颜色和光泽浆 带给房间里不同寻常的氛围 现在我来给麦奇布置一点陷阱 这样他找到我就要更加困难了 这个地方很空旷 所以这就是现在我设置陷阱的好区域 还好我现在还有时间和空间来实行我的计划 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在这场追逐中 有占据优势的创造力出现 这个陷阱够麦奇喝一壶的 让我再想想 我开始思考如何制定一个狡猾的计划 让麦奇能够陷入我的陷阱当中 陷阱必须隐蔽一点 这样麦奇就不会怀疑 然后一个不注意就中招了 现在我需要添加一些木板 在铁钉边上把麦奇办到 这将使陷阱更加的有效和出气不易 如果麦奇没有注意到陷阱的话 他肯定会吃上苦头的 添加木板会令人产生一种安全的错觉 这可以提高陷阱的成功率 让一切看起来自然一点 这对我躲避麦奇十分的重要 现在我只需要耐心的等待麦奇上当了 姐姐你到底躲在哪了 我都已经要找烦了 快把我的钻石块还回来 这怎么有个陷阱 麦奇你中了我的圈套 现在动弹不得了吧 我就知道你会一点都不细心 谁叫你走路不看路的 我只是想要拿回我的钻石块 他对我有特殊的价值 我不能失去他 放心吧 钻石块现在是属于我的了 我会替你好好的保管他 因为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感到内心愉悦和满足 这已经远超了他作为一颗钻石的价值了 而是我的幸运块 我保证会好好珍惜他的 现在我终于有时间 可以配备房子里的家具了 这意味着房子里 即将充满舒适的生活气息 我会注重家具个性和风格的每个细节 这对我十分的重要 一切都将看起来平和且舒适 因为房子的装修风格将按照 我自己喜欢的想法来布置 我尽力让自己觉得安排合理 始终朝着想象中完美的方向前进 厨房是我在家里最喜欢的地方 在这里我可以尝试下厨 准备我喜欢吃的菜 到时候饭菜的香味会弥漫到整个空间中 营造出温馨的氛围 我觉得自己像个大厨一样 烹饪带给我快乐 这个地方总是充满我对食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厨房安排好了 现在该准备安排浴室了 我不会安排一个单独的浴室 因为我要安装一个按摩浴缸 想象一下在漫长的一天过去后 躺在温暖的水当中放松多么舒服 这会是我放松和恢复精力的场所 再用柔和的灯光和一些香薰蜡烛 打造出温馨的氛围 浴室的每一个细节都会经过我的深思熟路 让它带给我愉悦和放松 按摩浴缸我把它放在这里的中心 作为放松的快乐源泉 想象我还有什么没安排到位的 差不多就要完成我房子的装修了 再给一些空地补充一下 就真正的完工了 我能感觉得到我的努力开始有回报了 这个地方适合放置一些我使用的乐器 我喜欢通过乐器弹奏音乐来表达我的感受 每种乐器都能为我的家增添不一样的特殊氛围 这个角落也将会充满我的创造力 我现在准备打回架子鼓 打架子鼓的感觉实在是太酷了 这种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开演唱会 充满了积极的气氛 就像是一个让人难以忘记的夜晚 还能展示我的才华 并且分享我喜欢听的音乐 个人音乐会将会使 我发挥创造力的绝佳机会 在这里我可以摆上一张桌子 这样我就有了一处可以吃饭的区域 这也会是一个我吃饭 或者招待朋友的一个温馨的地方 我挑选的这张桌子和其他家具风格都是匹配的 这张桌子放在这可以让空间更加的实用 我开始期待在我的新家享受第一顿饭了 差点把厕所这件事给忘记了 我觉得把它安排在我的房间里 会比较方便我一点 我会充分合理的安排房子里的每一处区域 这样可以大大的给我提供便利 在房间里安装厕所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创造出额外的舒适环境 补充一下个区域的细节都完全搞定了 结束了我的家彻底完工了 我无法抑制住我的喜悦 每块区域都反映出了我的想法和风格 基于我的不懈努力 我现在成功拥有了一个舒适的空间 作为我的新家 杰杰好像很生我的气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还是想跟她做朋友 我意识到了我们之间的矛盾 可能会影响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和接下来的生活 所以我打算制作一个蛋糕 来修补一下我和她关系 希望杰杰看到她能明白我想试着弥补她 这个手势表示了我的良苦用心 并且渴望恢复友谊 我希望她吃过蛋糕之后的心情会发生改变 直到我向她表明 我还是非常的重视我和她之间的友谊 我做出了妥协了 现在我们耐心的等待杰杰的出现 在我等待她对蛋糕的反应的这段时间里 我感到十分的兴奋 那是一个蛋糕吗 我真的非常喜欢吃蛋糕 看到这个我的嘴角都快要流满了口水 我得在它消失之前赶紧跑过去吃掉它 实在是太高兴了 能让我享受到香甜的蛋糕 这蛋糕味道还挺不错的 我非常喜欢它 每一口都十分的美味 口感特别的甜美细腻 怎么样节节 这个蛋糕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 我希望它能够象征着我们友谊的重建 让你知道我有多么的重视我们的关系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谢谢你的蛋糕麦奇 现在我觉得我们又重新是好朋友了 那个首饰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表示了我们之间重要的友谊关系 我很高兴我们能解除掉之间的所有误会 让我们重新开始创造一段新的回忆吧 去喝药水重新变大吧 没错 现在我就去拿药水重新变大 让我恢复正常重获自由 不用再躲着麦奇了 我意识到我们现在又成为好朋友了 这让我很开心 因为再也不用担心被他找到我了 药水会有让我变成以前的样子的能力 现在我又变大了 我找了你好久 可惜钻石快让我们闹矛盾了 这场冲突让我们失去了乐趣和友谊 我意识到双方要保持信任和分享 我们分开的日子里都过得非常的困难 你还建造了一座新房子是吗 没错 我建造房子的时候十分的努力 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了我的秘密基地 但是我们太大了 现在进不去了 这有点不方便 我们只有缩小了才能进去 我非常想进你的新房子里去看看 那个地方应该看起来会十分的舒适 我很想从里面看看构造 我想象着和你在一起的时间 一起享受这种气氛 停下来麦奇 你这样会毁了它的 不要把上面的泥土破坏掉 我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和精力去建造这座房子 我只是想要拿回属于我的钻石块 那对我很重要 因为我拥有了很长时间 我把钻石块还是还给你吧 谢谢你把钻石块还给我结解 我很高兴我们可以消除这个隔阂 钻石块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友谊 这对我很重要 我很感激你的坦诚 我们一起吃这个蛋糕吧 吃上美食能够让我们重新振作起来 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的亲密 我们一起分享这块蛋糕吧 现在我们没有任何矛盾了 这样的结果让我十分的喜悦放松 虽然闹矛盾过程中我们都有不开心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重归于好 跟着我到我家来 我决定我要把这块钻石分成两半 这样我们就都能拥有一份钻石 这应该就是分享的意义所在了 这个决定更加的能够加强我们的友谊关系 你实在太大方了 卖起 我很感激你愿意把你的钻石分给我一半 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 希望我们之间能够多多的互相帮助 但是你别在我睡觉的时候偷东西 因为我有一台可以看到一切的摄像头 不好意思 我不会再这么做了 现在我们又是好朋友了 而且可以一起想出好玩的主意 然后一起去做 现在我们的矛盾已经过去了 可以用心的专注于享受生活的乐趣吗 我有很多种想法 而且我觉得会挺有趣的 现在我有一个钻石头盔了 我们去菜园里摘点吃的庆祝一下吧 姐姐 是降临 一种丧尸病毒正在快速向全世界蔓延 不小心被感染的村民将会立刻沦为丧尸 如果是你们 这该如何应对 客大新闻 我的世界前所未有的丧尸病毒正在快速蔓延 一旦有村民被感染之后将会立刻失去理智 并且随意攻击他人 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我的天啊 新闻上的记者也被感染者袭击了 石头哥如果真像新闻说的那样 丧尸病毒很有可能已经蔓延到了我们的村庄 所以我觉得得赶紧出去检查一下 狗蛋你先别急好吗 什么 石头哥现在都火烧没毛了你还不急 我必须立刻出去检查一下是否真的有丧尸病毒在传播 行吧 狗蛋你说的也有道理 香蕉小子我们也一起跟着狗蛋出去吧 这样还可以相互照应 石头哥现在看来我们村庄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等等 香蕉小子你干嘛 我的天啊 这头就是被丧尸病毒感染的绵羊吗 兄弟们要注意千万不要被他攻击到 快跑快跑 当务之急我们得先躲回到家里 等等 狗蛋你的手势怎么回事 石头哥我也不知道现在我感觉好困 真的BBQ啊 狗蛋你很有可能感染到了丧尸病毒 什么 石头哥我胆子这么小你别吓我呀 狗蛋很有可能是刚才的绵羊不小心咬到了你 那石头哥现在该怎么办呀 我真的不想变成他们那样 我还想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吗 狗蛋香蕉小子现在如果我们不赶紧治疗病毒 那么狗蛋接下来很有可能将会失去理智开始攻击别人 天哪石头哥 我真的不想失去理智变成一个攻击人的怪物 狗蛋你先别着急我现在有办 过去我们可以制作一些药水来杀死病毒 这样你的身体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真的吗石头哥 是的狗蛋 但是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材料来制作这种药水 那还等什么呀石头哥 我们赶紧去寻找原材料吧 狗蛋香蕉小子现在情况紧急 我们必须赶在丧失病毒侵蚀狗蛋的理智之前寻找到原材料制作药水 石头哥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来制作这种药水呢 狗蛋制作药水需要用到一些受感染的牛奶 发酵蜘蛛眼还有水和玻璃品 这是我们当下必须赶紧找到的原材料 所以我的计划是赶紧找到一些铁矿来制作几个桶 要寻找到这些 我们首先需要一些木材来制作工具 突然一群感染到丧失病毒的动物闯了出来 完了完了我不小心也被他们咬到了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但是没有办法我们还是需要砍树来制作工具 现在我跟狗蛋都已经被难染 所以必须抓紧时间 否则一旦失去理智就只剩香蕉小 等等 我看到那边有一条村庄 也许那里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材料 兄弟们抓紧时间吧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这里 这个村庄看起来异常的平静 哈哈哈哈 前面有个铁傀儡正在攻击受感染的怪物 太棒了 原来这个村庄被铁傀儡保固着 怪不得会如此的平静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赶紧制作药水 现在我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严重 石头哥我也感觉到了 我们抓紧时间寻找材料吧 等等 嗯 这里怎么有个这么深的山洞 下面很有可能有我们需要的材料 很快香蕉小子就在下面发现了情况 真的太棒了 石头哥这边还有很多你快点 太棒了 以现在的速度相信很快就可以把所有的材料收集完毕 我跟狗蛋或许真的有救 我们已经收集了一吨铁 现在来开始打造一些土出来 可以看到已经制作出了七个土 我们赶紧去收集受感染的牛奶吧 再次返回到了村庄 现在我们正在寻找受感染的奶 等等 这两头奶牛刚好被感染了 赶紧收集牛奶吧 好了 接着去装一些水 兄弟们我们还需要一些沙子 快点快点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开始从河边收集一些沙子 感觉差不多够了 兄弟们我们得去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里我感觉非常危险 哈哈哈哈 香蕉小子你真是的大聪明 现在站得越高就越安全 那么我们开始做些玻璃出来吧 好了 玻璃瓶铸造完成 石头哥现在还需要什么成分来制作药水 我的身体都已经开始出现变化 狗蛋我们还需要发酵的蜘蛛眼睛 并且还要寻找一些糖和蘑菇 石头哥一般糖都是来自甘蔗 那狗蛋势不宜迟我们赶紧出发吧 等等 前面那三分好像是甘蔗 哈哈哈哈 硬气真的太好了 我得赶紧把这些收集起来 我和狗蛋的身体都已经出现了变化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接下来还要去森林里面寻找一些蘑菇 等等 哈哈哈哈 没想到这么快就让我们找到了 看来老天也不想让我跟狗蛋变成攻击人的丧尸 毕竟我们两个香蕉小子可是一起经历了非常多的故事 所以缺少任何一个我们都会非常难 最后一步我们得回到那个山洞去寻找蜘蛛 很快我们就再次回到了村庄 由于这里有铁傀儡的守护 所以还是跟之前一样如此的平静 等等 哦我的天啊 这个村庄怎么也到处都是受感染的动物 难道是铁傀儡也倒下了 过好了兄弟们 看来铁傀儡也抵挡不住这些可怕病毒的侵蚀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我们得赶紧返回山洞寻找最后的蜘蛛材料 等等 狗蛋你没事吧 病毒似乎在你身上传播的异常厉害 石头哥我也感觉到了 再这么下去我也顶不住了 香蕉小子狗蛋 那我们赶紧去寻找蜘蛛眼睛吧 前面好像有一只蜘蛛 香蕉小子你别急让我去拿 我成功收集到了一只蜘蛛眼睛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制作药水的所有原料 那石头哥我们赶紧开始啊 我真的快顶不住了 狗蛋我身体里的病毒也传播的非常厉害 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事 我们还得打造一个避难所 必须保证没有任何受感染的动物攻击到我们 才能把药水制作出来 经过我们反复确认 这片地区并没有受感染的东西 所以把避难所打造在这里是最好的选择 兄弟们拿出工具抓紧时间开始吧 好了终于在地底下挖出了一个避难所 接下来为了让避难所更加舒适 我们一起来简单布置一下避难所的内部空间 对了差点忘记打造一些安全系统 来确保外面不会有人进来打扰我 安装好内部的门之后 再把外面避难所的入口加强一下 接着再从入口的周围添加一些红石粉 这样就可以利用按钮来打开和关闭这个入口 千万别忘记在里面也要安装一个按钮 这些完成之后我认为还是不够 所以兄弟们得赶紧在隧道里面打造一些安全措施 石头哥你还在等什么 我想知道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不然香蕉小子从洞里面拿出了一些物资 哈哈哈哈 香蕉小子你真是的大聪明啊 有了这些物资 接下来我计划在这里开始打造一个安全岩浆 最后再从这里安装一个拉杆 拉动之后前面就会立刻留下一条岩浆布 并且只有我们关闭这个开关才能从这里通过出到外面 兄弟们安全措施已经全部完工 接下来我想在庇护所里面建一个农场 这样就可以种植更多配料 来制作更多的药水拯救我的世界 开始往农场里面倒水 并在上面种植甘蔗 太棒了这就是我们的甘蔗农场 接下来还需要种植一些蘑菇 等等香蕉小子你在做什么呀 怎么好像他在这片土地上播种 原来他是给我们解决食物问题 哈哈哈哈真是个大聪明啊 完成之后还需要一些感染奶油的牛奶 我们去抓一个下来吧 很快我们就从村庄里抓了一头奶油回来 好了现在一切准备就绪 兄弟们我们是时候开始制造非常多药水 出来拯救我的世界 不对不对差点忘记了我们还需要一些蜘蛛眼 嗯 什么香蕉小子你想为我们出去收集这些回来吗 你真是个勇敢的孩子 但是现在外面可能已经有很多村民被感染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 答应我们一定要活着回来 谢谢你香蕉小子 等等 哦我的天呀 香蕉小子很不幸也感染到了丧尸病毒 并且可以看到他的感染比我跟狗蛋还要严重 天哪你竟然收集了这么多蜘蛛的眼睛 真的太棒了 但是我现在非常担心你身体的状态 狗蛋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浪费了 必须赶紧开始准备好药水治疗我们所有人的丧尸病毒 首先需要把发酵的蜘蛛和蘑菇还有糖混合在一起 然后再把受感染的牛奶和一桶水也混合一起放到玻璃瓶里 终于研制出来了 现在我手上的这些药水肯定可以治愈丧尸病毒 兄弟们我们赶紧喝下来消除病毒的感染吧 成功了 我们三兄弟的身体终于恢复到了正常 并且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在避难所里制作更多的药水来拯救我的世界 大家好 我是杰杰 我和麦奇收到了一个坏消息 我们村子遭遇了物中人偷袭 而且听说被他盯上之后 他将会展开一百天的围帽 非常恐怖 依杰杰这里有个人哎 哈喽 你好呀 最近有物中人出现 你怎么还在外面 把救命了 他怎么追我 麦奇小心点 看起来他就是物中人 我们赶紧躲回家里面吧 快点进屋 我的天哪来了来了 这是笑死人了 想不到他来的居然这么快 是的 看样子我们遇到麻烦了 他盯上我们了 他将会对我们展开一百天的围攻 天哪 那该怎么办 你放心 如果在一百天之后 他无法捕捉到我们的话 那么他就会死亡 那我们只要在房子里面坚持一百天 那是不是就安全了 是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出去 目前情况来看他进不来 我们躲在屋子里面是最好不过的选择 还好还好 起码我们能躲在屋这里 姐姐我们要不要逃离这所房子 毕竟我不想在这里被困一百天 而且我们有两个门 我们从另外一个门逃走吧 他是不会注意到的 要我来试试看 黑麦奇 你不要冲动 我的天哪 麦奇冲出去 果然他的速度极快 麦奇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麦奇你看到了吧 想要逃跑 这个办法根本行不通 是的 我刚才体验了 那个家伙能在几秒钟就追上我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看来逃离这里的方法不管用了 是的 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屋子里吧 走吧 我们上二楼看看有什么能用的 我们一定能够想到解决办法的 快看箱子里面有一个钻头 这个钻头除了能挖地 它还有什么用吗 当然能了 麦奇 我们可以用这个钻头 从地下挖出一条通道逃跑 挖这可真是个好办法 还等什么 赶紧行动吧 如果我们躲在地下逃跑 它就抓不到我们了 是的 我们赶紧开始行动吧 我们得找一个它看不到的地方挖 否则我们的计划就要被它发现了 好的我们就在这个角落吧 它绝对发现不了 我们要开始行动了 接下来要继续向下挖掘 希望我这次的方法能够奏效 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专业的隧道 是的 好了 现在我已经挖通了 我们上去吧 挖成功了 我们挖通了一条隧道出来 画了麦奇 我看到物中人朝这里来得快 我们必须得离开这里走走走 我的天哪太可怕了 看来它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划 或者说它一直在观察着我们屋子四周 看它就在我们的入口门前守着根本走不掉 好吧 如果走不掉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跟它战斗到底 只要我们能够将它干掉或许 就能离开了 我们不是有很多武器吗 现在就拿上它 麦奇走吧 我想有了这些武器 我们一定能够干掉那个物中人的 另外我们再穿上这一套防护服 就算受到伤害了也能缓冲一下 很好 现在就让我来干掉它 它人呢 在哪里 没看到它好吧 我要下去找它 那个怪物去哪里了呢 怎么没看到它 我必须要仔细找找 我都已经转了一圈了 麦奇它好像离开了 我并没有看到它在房子外面 麦奇你看到它了吗 是的 我看到了它就在屋子下面可能它发现你了 还好 我现在已经上来了 不过现在你给我受死了 我手上这些武器可不是吃素人 麦奇赶紧帮忙将它干掉 好的 我知道了 我的天啊 它实在是太难查了 我已经少试了 它那么久了 它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看来子弹对它来说根本不管了 算了 我还是放弃用这个方法吧 我的天哪 它怎么可能这么强大呢 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武器对它丝毫不起作用 好吧 那奇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你想起了什么 据说在你被恶中人诅咒的一百天之内 无论你怎么攻击 它都是不会受伤的 不是吧 那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 虽然我没有办法攻击它 但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重新想一个计划 我们试过逃跑 试过想要消灭它 但都不管用 我们为什么不尝试着在这里生活一百天呢 好主意 目前来说它无法进入房子里面 只要等一百天之后 它还抓不到我们那么诅咒就会失效 试得非常幸运 我们在屋子里面有足够的食物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放松心情 先吃一顿饱饭再说 来吧 麦琪忙活了一天 我想你也应该饿了 先来吃点饭吧 就这样我麦琪在屋子里面生存了一百天之后 今天是一百天 太棒了 只要还剩几个小时 我们就能解开诅咒了 是的 不过这段时间我们也把屋子里面所有的食物吃完了 现在我还真有点饿了 你担心什么 马上就要破解诅咒了 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吃好吃的 是啊 夜晚降临的太慢了 我无法想象 只要等到明天我们就能无忧无虑的生活 是的 这个屋中人还守在门外 他还真是有耐力 他看样子很沮丧 他好像知道了 他时日不多了一样 只要我们等到夜晚降临午夜的钟声敲响这一天就完全结束了 诅咒也正式破解 哎呦 我去什么情况 他怎么突然变得强大了 连我们的门夜撞破快跑麦琪 我弟天啊 他这是要给我们来最后一击败了吗 看起来是的 如果他还抓不到我 他就会死我 我的天啊怎么办 他看起来比之前伤害高太多 是的 快麦琪这边有一条密道赶紧跟着上来 好地我弟天 他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居然敢在这紧要的关头破门而入 是的 我想这次他一定是准备跟我们同归于尽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目前待在屋顶他没法攻击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情况再说 等等麦琪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物种人怎么好像学会了分身呢 他数量变多了 不是吧 是的 我没有看错 我的天冷静一点 我想我们会没事的 我承认他们很吓人 但我们现在要做的事保持冷静 麦琪我有一个办法 我们逃到水里面吧 毕竟我们现在身穿潜水服 我们可以逃到对面那个狐狸 姐姐你这又是在干什么 我正在建造一个发射台 现在已经好了 我们一定会没事的 现在我要放上炸弹开始发射了 这能帮助我们离开这里对吗 是的 毕竟物中人很怕水 只要我们逃到水里面 他们就没有办法再伤害我们了 好主意 现在我要出发了 准备发射 挖走了 我的天哪 飞得好高 我现在成功落入了这条河流里 麦琪快过来了 现在这里很安全 好的我来了 反正挖快看了麦琪飞的可真刚很好 他也跟我一样成功的落入了这条河流里 姐姐我们现在是安全了吗 是的 目前来说是这样子 那就是太好了 香蕉小子意外吃了一个魔法胡萝卜 竟然意外变成了胡萝卜的样子 小野和土豆正在帮助香蕉小子 那么小野和土豆能成功帮香蕉小子变回来吗 我们接着看 天哪太饿了 家里只有这个香蕉了 这是我的幸运香蕉 我不想吃了它 但是我现在真的好饿 算了委屈你了我的幸运香蕉 可是还是好饿 这可怎么办 不管了外面还有胡萝卜可以吃 让我赶紧收个一波 我得赶紧填饱我的肚子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吃胡萝卜 但是现在我只能这样了 现在让我饱餐一顿吧 无糊 今天约好了 土豆和香蕉小子 在土豆家打蛋仔的 我得赶紧去了 自从香蕉小子搬来我们村子 我都还没和他们见过呢 嘿来吧 土豆开门 来了来了 野哥稍微等我一下 土豆快点嗨 土豆 嗨野哥 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整个这么客气干什么 我们好像两个陌生人一样 嗯 等一下土豆 香蕉小子在哪里 嗯 香蕉小子还没有来啊 什么什么意思 我们说好的 今天在你家打蛋仔的啊 哦别担心野哥 也许他只是迟到了 可是他从来不迟到的呀 好吧 按理说应该来了呀 毕竟他就住在我们隔壁的位置 看 那里不就是他的房子吗 是啊 你说的 对呀野哥 最近他一直住在这附近 就几步之遥 确切的说 嗯 等等 你今天早上收割农场吗 哪里的农场 野哥 就在你家门口 没有啊 野哥我没有收割农场 真的骂土豆 而且村民们今天也没有去田里干活 那这就很奇怪了 你看那里的那一片都被收割过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问问香蕉小子 走吧土豆 我想他知道我们要找的答案 是啊 绝对是 但现在我的问题比答案还多土豆 好吧好吧 野哥 你一会再问好吧 我们先去看看香蕉小子有没有事情吧 我希望他没问题土豆 我当然也希望是这样了野哥 毕竟他也是我们最好朋友啊 好吧 黑开门香蕉小子 佛伯乐来了 香蕉小子 嗯 等一下 你是谁 你是香蕉小子的亲戚吗 我们的朋友香蕉小子呢 你好像是一个胡萝卜小子 土豆看他周围 找找香蕉小子在哪里 我们的朋友在哪里 香蕉小子你去哪了 不是吧 你不会是把香蕉小子给 我们的朋友怎么了 等等他给我留了张小纸条 嗯 伙计们 是我 香蕉小子 你们不认识我了 还是怎么了 我只不过是吃了两根胡萝卜而已 什么 你开始吃胡萝卜香蕉小子 你为什么开始吃胡萝卜 你的香蕉不够吃了吗 嗯 我明白了 哇 看看这些胡萝卜 香蕉小子我很震惊 你这突然一下子变成胡萝卜小子了 我真是难以接受啊 嗯 因为我所有的香蕉都吃完了 村民们不想让我在他们村子里种香蕉 所以我只能吃土豆花园里的胡萝卜 嗯 什么野哥 这是什么意思 哦 现在我明白了 为什么你地里的胡萝卜都不见了土豆 原来都是被香蕉小子给拿走了 原来是这样啊 不过没关系 你想吃就拿就可以了 毕竟就我一个人喜欢吃胡萝卜 嗯 土豆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怎么就香蕉小子 嗯 等等 如果他一直在吃胡萝卜 也许他只需要吃根香蕉 是不是就能变回来了呢 嘿 香蕉小子 你觉得这个办法行得通吗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小野 毕竟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不是吗 好吧 但你不再是香蕉小子了 你现在是胡萝卜小子了 胡萝卜小子 胡萝卜小子 哈哈 这样吧 野哥找香蕉的事情 就交给我了 好吧 土豆你要小心一点 因为香蕉林里面 可是有积极国王守护的 就是光头强来了 我今天也得搞到 那我走了野哥 好吧 土豆祝你好运 嗯 同时香蕉小子 我们这边也多尝试一些办法试试看 香蕉小子 不不我应该叫你胡萝卜小子 我有几个想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我想你会喜欢这些想法的 我们去我家吧 来吧 我们走香蕉小子 我从没想过你会变成胡萝卜 说实话 但是看你的反应来说 你自己好像也不知道 好了 我们别浪费时间了 我们去我家吧 嗯 哇 你别说你别说 我感觉你这个 胡萝卜小子的造型 还挺好看的 是吧 小 也我也觉得还不错 只不过就是头发是绿色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甚至长出了一些头发 别这么想 嗯 我想 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 好吧 让我们继续前进 我们去我家吧 我有几个主意 可以把你变回 香蕉小子 不过我们只能试试看 因为我也不敢保证一定能行 让我们从第一个想法开始 我的箱子里面有一根香蕉 你先试试看吧 给你胡萝卜小子 也许这会有所帮助 嘿 你为什么打我 都说了 不要叫我胡萝卜小子了 嗯 好吧 哈哈 来吧胡萝卜小子 什么 他不起作用 我已经好久没见到麦琪了 并且我发现我的跑车 最近莫名消失了 天哪 我看到了那个绿乌龟 我就知道这一切 一定会和麦琪有关 现在的杰杰一定睡着了 是时候进他的车库了 他的这辆跑车 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我相信杰杰现在一定睡得很香 所以我需要非常小心的驾驶汽车 悄悄地离开这里 太好了 我做到了 是的 麦琪在我睡觉的时候 明目张胆地偷了我的车 是时候该报复麦琪了 他会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众所周知 我是我的世界的陷阱之王 前不久 我在天空修建了一个空中监狱 我想那里应该是属于麦琪的地方 我会把麦琪吸引到那所监狱里面 要带上我的翅膀 我需要飞到天上去 对麦琪的第一个恶作剧即将开始 我的任务是引诱麦琪来到这里 朋友们快看 与其说这里是空中监狱 不如说是空中楼阁 其实说实话 这里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这里除了有一些杂乱的蜘蛛网以外 看起来还是很适合居住 我想麦琪可以会喜欢上这个地方 我要去找到麦琪 哈喽麦琪 今天天气真不错 我们一起去空中飞翔了 太好了姐姐 好久没有体验过空中飞翔的感觉了 麦琪你体验过长途飞行吗 如果我们只是在自己家的房顶飞来飞去的话 觉得会很没意思 我有一个提议麦琪 我们可以比赛看谁会飞得更高 并且我打算做一件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 我打算穿越云层 好呀姐姐 我当然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是时候该整股麦琪了 我不 我撞到了云层 哈哈太好了 现在她已经失去意识了 我想我现在的心情和麦琪 刚偷走我跑车时候的心情是一样的 哈哈哈哈 现在我把麦琪拖进我的云层底 她肯定出不去 我会尽一切可能让她留在这里 并且我会想各种可能来吓唬她 可恶的姐姐 我不会轻易地被你困住 我打算从这里跳下去 天哪 那么这对她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她被网缠住了 正在考虑是否要跳下去 我有点害怕云太高了 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必须要从这里跳下去 我不想永远地待在这里 我要去找姐姐报仇 我不 我似乎在飞 我之所以能活下来 是因为我跳进了一个小水坑 当麦琪在水里挣扎的时候 我又有一个新的计划 我会把麦琪引诱到树里的另一个秘密基地 你竟然欺骗我 并且还把我关在那个酷似监狱的地方 快来啊麦琪 你觉得你能打到我吗 你只会躲在树上那小胆结起 麦琪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是时候要启动开关了 太好了 她落入了我的陷阱 现在她肯定出不来了 是时候走近一点看看麦琪 姐姐我还是不敢相信 你对我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你真的决定把我关在这里 看起来可怕的秘密基地 实际上只是完全被树叶和树枝包围 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但是我想我不想办了 我会试着用斧头砍碎一切 我需要离开这里 哈哈麦琪 你很清楚我不会让你出去的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秘密基地 你必须接受你将永远留在这里的事实 我不会再让你出去吧 我不明白她现在要做什么 我们需要更密切地关注她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解解 因为我找到了离开这里的方法 我很快就能给自己做一个打火机了 为自己开辟一个入口 我还是不敢相信 看来麦琪真的决定制作一个打火机 如果她放火烧树枝 她会很容易地离开那里 但是她也会很危险 很可能会烧掉自己 麦琪已经彻底疯了 我终于把这些树枝点燃了 很快我就可以出去了 等我出去以后 我一定会狠狠地报复结解 我为麦琪安排了下一个陷阱 我的世界陷阱之王名不虚传 我在地面放下了很多的钻石 并且指引麦琪去一个地方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这里有很多漂亮的钻石 我要收集所有的钻石 拥有这些钻石 我可以购买一个比结结更厉害的跑车 现在我需要抓紧时间收集 并弄清楚他们将带我去哪里 那里肯定有一个巨大的保护等着我 麦琪真是一个大傻瓜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实际上一直看着他 我要悄悄地躲在麦琪的后面 然后我会将麦琪送进这个箱子里面 就是现在 这个箱子里面是我为麦琪准备的迷你世界 希望他以后可以永远地生活在里面 我在箱子里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现在我坐在沙发上 这是我看过最有趣的电视节目 哦我的天哪 我现在就在箱子里这里有很多陷阱 我不知道如何摆脱他们 因为他们非常危险 周围的一切都很大 现在我要做的尽一切可能离开这个可怕的箱子 我想我想出了一个主意 我可以利用传送球离开这里 我不 我觉得我麻烦大了 我忘记了麦琪的传送球 麦琪现在非常生气 他正在冲我跑 等麦琪来了以后 我会真诚地向他道歉 我会想麦琪保证以后不会再捉弄他 并且我打算把我的跑车送给麦琪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奥天哪 麦琪开着我的跑车过来了 姐姐我意识到我的错误 并想向你道歉 我不应该这么做 我要把他送回车库并承认错误 好吧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教训 你不能从你最好的朋友那里偷东西 并且我也要向你道歉麦琪 我不应该一直整补你 我很高兴我们和解了 是啊 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 危险通知危险通知 据专业调查组表示 最近有大量傀儡在晚上行动攻击村民 他们喜欢隐藏在某些不显眼的角落 因此还请各大村民看到了傀儡 一定要赶快躲避注意自身安全 天哪 真的是太可怕的村落中又出现怪物 而且这次还是一个可以随时隐藏的傀儡 不行我得赶快告诉铁柱让他小心 等等刚刚我好像听见了暗门铃的声音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躲避会是谁呢 不会我这么倒霉怪物第一个就找到了 所以我开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如果发现情况不对劲立马关门 原来是铁柱刚刚真的是吓坏了 俊哥你赶快跟我去看看吧 我的房子有点奇怪 今天在我睡觉的时候 总是发出一下奇怪的声音让我睡不着 这让我非常的害怕 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 那好吧铁柱我们快点去吧 不过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 刚刚新闻上说我们的村落出现了怪物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在晚上出去 以免被怪物袭击遭遇什么危险 好的俊哥我记下了这段时间 晚上我不会出去 俊哥快点进来吧 帮我好好看看 到底是什么制造的造物 铁柱让我先对你的房子做一个全面查看 会不会是什么老鼠在这里托吃东西 俊哥不会的我的房子中不可能出现老鼠 因为我家里的东西全部都被我吃干净了 那就奇怪了刚刚我检查了你这里的佛业家 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对不起 等等铁柱我好像发现点了什么 你快点看你的床下那是什么东西 天哪我没有看错吧 我觉得这是新闻里那个危险的傀儡 我说最近调查组怎么一直找不到他 原来这个怪物一直躲在这里 俊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这个怪物看上去真的是要恐怖 我们不能留在这里不然的话会有危险的 铁柱先不要着急我听新闻上说 这个怪物不会在白天攻击村民 所以我们现在白天是安全 现在我有个计划如果我们现在跑不到了 等到了晚上他肯定会来追击我们的 因此我们要在白天的时候打败他 那俊哥我们应该怎么办消灭这个怪物 有了我记得我的家里还有一些熔岩 让我们把熔岩倒在傀儡身上 这样肯定能完全消灭他 好的俊哥这真的是一个好注意 那我们事不宜迟快点去拿岩浆消灭这个怪物 俊哥我们终于把岩浆给拿回来了 让我们快点进去消灭这个可恶的怪物 面对你的惩罚把怪物让你尝尝我们的利益 等等俊哥你快看那个怪物居然消失不见了 遭了铁柱那个怪物肯定是听见了无人记 所以使用魔法消失不见了多久 要是等到晚上的时候 那个怪物肯定第一个来追击我 俊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还这么年轻不想狗呆啊 铁柱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理 必须做好一些机关陷阱消灭这个怪物 好的首先为了能观察这个怪物的行动 让我们在村子周围安装监控摄像头 当然首先让我们在你家放里面 因为那个怪物等到晚上很有可能出现从这里 就是这个地方让我把摄像头放进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观察整个房间 紧接着我们还要在村落中放着 首先让我们在这些大树上放着 这样我们可以用它看到整个群座 这让我感到更安全 俊哥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 你说那个怪物是不是隐蔽 铁柱这个我也不清楚 不过我不能掉进去 我感觉那个怪物很有可能还在村落里 所以让我们再用摄像头查看你 首先我们先检查一下你的房子 俊哥我的房子中明明看起来一切正常 不对铁柱我总感觉有些问题 快看那个怪物居然从衣柜中讽了出来 俊哥这真的是太恐怖了 我以为这个怪物离开 还好我们提前做了准备躲在了安全屋 是的铁柱要不然的话肯定会狗蛋 快看这个怪物一直在寻找你的身影 它没有发现开始走出你的房子 让我们现在切换村落中的场景 遭了那个怪物来到了村民的家里 而且还敲响了村民的大门 不好俊哥那个村民压根不知道是怪物 村民不要开门呀 外面是个怪物 铁柱那个村民已经打开了大门正在出去 天尼怪物直接扑了怪物把村民给消失了 这真的是太恐怖了俊哥 是的铁柱但是我们不能就这样 让怪物在村落中做坏事 俊哥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有了铁柱让我们现在把怪物 引到我们的机关房间中 只要那个怪物进入我们就启动机关 好主意俊哥事不宜迟我们快点过去 俊哥快看那个怪物被我们成功的吸引过 是的只要他再往前走一点 我们就启动机关 好的就是在这个时机让我把机关起 再见吧你这个恐怖的怪 我把那个怪物直接被我们消灭了 是的铁柱我们成功的把这个怪物消灭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就别点个关注支持一下